好,我们开始了 我来介绍一下 10月份开的全新一轮 Python Let Devops的课程的一个重要更新 那么首先呢 最大的一个更新呢 就是把以前的一个叫Devlet的课 然后呢升级成为Let Devops 这是一个全新的课 当然了也是基于以前的一个课程进行更新 那么应该说呢 我的课呢应该有两年都没有更新了 那么这两年大家也看到了 我做了无数的进化论 其实也是在我为我的证客做铺垫 那么这一次呢 总算迎来最重要的更新 那么应该说呢 把握这两三年来 那么一直在这个Let Devops相关的积累的东西 那么全部都整合到我的证客里面来 那么形成了一个新课 Let Devops 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内容 好,我们来看 我们第一个部分 我们要讲这个REST API 那么这是REST API 然后首先呢 我会介绍一下这个REST API是什么 然后呢我们会介绍 Flask 来做一个API的Server 然后呢我们来会介绍Request什么块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HTTP模块 由这个Request什么块呢来构建请求 然后Flask呢来做一个API的Server 然后呢我们来做一个客户端和服务器的测试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我会介绍这个Fast API 那么今年才年初的开始研究的东西啊 Fast API以前呢我做API Server呢主要用Flask 那现在呢其实更好的应该是Fast API 然后呢用它的标准的一个OpenAPI的这么一个标准 然后呢做一个API的定义文档 然后呢用Swagger来做一个这个呈现啊 就是把这个文档做一个OpenAPI做一个呈现 Swagger啊这个其实进化论我也讲过 然后呢我们可以用Postman来做一个测试 那么这也是条线啊我们用Flask API来做这个服务器 然后呢用然后呢用OpenAPI呢做文档 然后呢用Swagger来把这个API的文档 然后再做一个在线的测试这么个这么一个页面 然后呢我们可以用Postman来进行测试 那么这是一条线好吧 好讲到这些之后呢基本上前面都是我们自己做API的Server 那么我们可以来举一个具体的网络设备来给它介绍一下API的一个实战 那么比如说我们来介绍Sysco的ASA的一个REST API的实战 那么它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网络设备的一个REST API 我们来介绍一下它感受一下如何通过API来操纵我们的网络设备好吧 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叫SDK 那么说实在的啊API是比较low的东西 那么如果说比较讲究的厂商一般来说呢不太应该给你提供这么底层的这么API 那么一般来说呢会做一个更高级的封装 让你用起来会更舒服一些讲究的公司呢都会做 但是呢其实网络厂商这块能够给你提供API就已经牛逼爆了啊 呃提供SDK的提供好用的SDK的厂商非常非常少 几乎啊就没啥好吧 所以呢我举了两个非常经典的啊 那么网络厂商那些SDK我没有一个看上的好吧 那么我举两个比我认为用的比较苏心的SDK 那么给大家感受一下SDK是什么 什么叫做基于API的一个更高级的封装 那么我来讲AWS的BOTO3 那么这是一个AWS的SDK 这个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我 我觉得在我接触的网络设备这一块的啊 或者说云架构这一块的这个SDK里面 呃AWS的BOTO3应该算是建设我觉得做的最好的 还有一个那么公有云咱们在玩玩私有云 我们会介绍VSphere的PYVMOMI啊 然后呢这个我们通过PYVMOMI这个SDK 那么我们可以自动化的来构建 我们来控制我们对我们的VSphere来做自动化 那么这SDK啊API的其实比较低级 那么我会介绍如何去开发API server啊 然后如何做API文档 然后呢会介绍拿一个网络设备来介绍啊 来来做一个实战好吧 然后呢会介绍另外两个比较高级的SDK 好然后呢毕竟我们是LedDevOps 我们会讲更多网络相关的一些API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会讲LedConf 那然后呢会讲Sysql的这个YangSuite 来对LedConf进行测试 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个LedConf的一个操纵 这个我们思科网络设备的这么一个实战 LedConf我们会讲理论 我们会讲Yang我们会讲测试工具 YangSuite然后呢我们会对思科网络设备进行一个实战 然后呢也会介绍RestConf RestConf呢是Restful的 这个LedConf 也会对RestConf进行一个介绍 那么其实呢跟LedConf还是有有比较大的区别的 然后呢我们会对RestConf进行介绍 然后呢我们会做也会做一些具体的实战 就像每一个课我也不会 你也知道我的风格不会纯粹讲理论的 讲理论也不是我的风格 那么也都会有配上相应的实战案例 好然后呢第五部分呢我们会介绍这个跟这个物联网 这个相关的一个实战 那么比如说现在思科的网络设备 那么其实都是要自动网络设备啊 就说呢现在思科的网络设备的都是Linux 都支持容器 然后呢也就说呢 那么我们首先它是一个Linux 然后呢也是一个路由器 然后呢在Linux里面呢这是容器技术 那么你可以把你自己的开发的一些物联网的App 那么通过容器的形式 加载到这个路由器上面去啊 这也是可以的 OK然后呢 我们会介绍Sysco的这个 GestShare就是如何登录 思科路由器的这些底层的Linux上面去 然后呢如何使用它这个底层Linux 类似的一个Python的命令行的module 来来实现一个inbox 就是在这个盒子里面 在这个路由器上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自动化 OK那么比如说我们就举例子 比如说我们会叫一眼 基于一个路由器的一个具体的事件来驱动的一个Python脚本 比如说你的VPN档了 然后触发一个Python脚本 你的邻居你邻居档了 那么又会触发另外一个Python脚本 那么有了Python之后 有了Linux有了Python有了网络 就会给你无限的可能 你只要想得到基本上Python都可以给你实现 好 还有一个呢前段时间进化了我做的DTP 就说呢 你的你的一个完全空配的路由器 那么在开机的时候呢 通过DHCP得到地址 然后呢得到一个Python脚本 然后呢用Python脚本 来对你们的网络设备呢做一个自动化的速写化 DTP 那基本上一把到位 那么全一把把你的网络设备全部配完 什么都不用干开机就可以 好吧 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开机就可以 OK 然后呢我们会开发一个APP 然后呢模拟一个物量网的APP 然后把这个APP呢 加载到我们的网络设备的容器里面去 实现一个物量网的APP的实战 就是我们可以随便开发一个APP 然后呢可以容器的形式 灌到我们的路由器上面去 路由器其实就是一个 Ninux Ninux就是一个服务器的环境 OK 我们可以把一些物联网的一些APP 比如说物联网的网关 那么直接加载到我们的路由器 我们的无线控制器 我们的A7 我们的交往机上面去都是OK的 好吧 好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Source of Truth 就是我们的这个Ledbox 那么Ledbox呢其实是一个数据库 或者说呢你可以认为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网络设备的一个寄笔记的东西 那么一般呢我们都都有用来寄笔记的 比如说这个什么 Lotion现在我还用Lotion 那么会会把个人的笔记记下来 就是今天学了什么学了什么 但是网络这块呢你也需要 比如做了一个项目你也需要寄对吧 你要寄有有有有有些什么样的机房 有哪些有几个rack 你每个rack的电源在什么样的地方 那么每个rack有几U 然后呢 然后呢这个哪一U 那么第一U 那么放了一台什么样的设备 然后呢 啊他的用了哪个网口啊 用用了哪个哪个电源的插牌 然后呢他的这个啊 他有哪个口每个口的IP地址是什么 啊 他们他的每他每个接口 跟哪一个设备的接口连接在一起 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寄到这个Ledbox 这个数据库里面来 他是一个其实呢 当然我们学完Python之后呢 可以自己去构建一个数据库的结构 但是那个难度会比较大一些 那么你可以用一个线词的Ledbox 可以为你的整个大数据中心来记笔记 把所有的都可以寄到这个Ledbox 这个数据库里面来 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的这些自动化的工具 就可以从这个Ledbox里面去提取数据 然后呢来帮你来做一些自动化的操作 比如说呢 你可以把所有的信息数据 那么都放到Ledbox里面 它是一个source of tools 就是所有的信息都应该真相 都是源自于这个地方的 你也可以把所有东西寄到这 然后呢 我们自动化的工具呢 可以从这提取 从这个Ledbox里面 从这个位置去提取它的数据 然后呢来做自动化 比如说呢 那我们会介绍呢 用Ledbox来提取数据 然后呢 来用PYETS呢 来测试我们线网上的这个这个配置 和Ledbox里面配置是不是一致的 如果说如果说不一致的话 那么我们会用用这个派上能够帮你帮你来一致化啊 帮你给你更改帮你去修改 来确保那么你的网络上的设备 这配置跟我们Netbox是一样的 然后呢 如果有任何问题 或者说整个在运行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的事件 通过钉钉来进行通告 让管理员能够知道啊 这个这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好吧 这也叫做ChatOps 就是说 那么所有的呢 都可以通过一个即时交易软件的方法 来进行通告 来进行交互 来实现一些自动化 好吧 第七个 那么其实我也是比较推荐大家的 就是未来的一定不是用脚本来来刷配置 这是非常非常low的 更加经典的 应该叫基础架构 这代码啊 可以简单的认为了 就是说我们可以对整个数据中心 来做一个大型的show run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大型的show run 然后直接一把打成一个数据中心 也就是说呢 可以夸张到 比如说你一个公司 那么比如说为了节约 节约资金 那么像国外的话 那下班就下班了 那下班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云端的数据中心 直接给拆掉不要了 那就不费任何钱 然后呢 在上班之前 我们通过基础架构机代码 把整个云端的数据中心 全部拉起来 然后呢 等你上班的时候 那数据中心又在了 这就叫基础架构机代码 能够实现通过一个大show run 你可以认为是一个大show run 然后能把整个数据中心 一口气给拉起来 OK 那么我会用这个cloud formation 或者terraform 这两个是非常有名的 基础架构机代码的工具 那么cloud formation就别提了 现在只要我讲AWS 基本上都是用cloud formation来做的 然后呢 我也会给大家介绍 terraform terraform 是一个第三方的 就支持各种云 那么 我用terraform来 也是给大家做一个AWS实战 基础架构机代码 cloud formation和terraform 都会给大家介绍 OK 感受一下什么叫基础架构机代码 感受一下这真正的基础架构机代码 所有的网络的 其实都有二甲 真正的你要说体现 真正的那种感觉能出的来的 主要还是要看工统云 主要还是要看AWS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基础架构机代码的 这个魅力 好 这是一个 然后最后呢就是CICD 那么 就是持续的整合 持续的部署 简单的说呢 持续的整合就是说 那什么叫持续的整合呢 比如说 那么你可以认为 我们现在配在网络设备上的命令 那些配置就是老板的代码 然后呢现在呢 我们要改一版新的代码 那么就新代码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把新代码整合到老代码里面去 这叫做整合 整合呢 就意味着一定要需要做测试 我们需要一些工具来帮我们来做测试 那么测试完了之后呢 那么通过一个代码的审批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代码然后打到生产当中去 那么这叫做 CD就是持续的部署 CI呢就持续的整合 那么能够是一个全流程的自动化 那这就是DevOps 全流程的自动化 基本上整个过程只需要玩代码 不需要接触任何的设备 然后呢我们不仅能够去 打了代码之后有测试 有代码的审批 然后呢测试完毕之后 确定没有问题之后 我们还会向生产环境下去打 全流程的自动化 真正实现NetDevOps OK 你会发现其实 你会发现很多人讲的那些自动化 都是还是什么letmico 什么paramico 那种传统的比较low的那种指示刷命令 那个其实是一个 其实你不太需要 其实我觉得东西可能你就几个小时就学明白了 如果说你懂Python的话 好吧 但是我觉得我希望通过DevOps能够给大家一个全貌 能够把整个DevOps跟网络相关的东西 都在这个课程里面来进行介绍 好吧 那么这是我的第一个更新 紧接着下一个录像 我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开源自动化转件